花蓮縣消防局人事室主任杜周易 26日上午要搭火車前往台北開會 沒想到車行10分鐘左右 就身體不適突然昏迷 鄰座乘客發現立刻報案 列車是緊急的停靠新城火車站 同時11日以CPR 經過救護人員緊急送醫後 仍然宣告不治 消防局同仁獲知這個噩耗 都感到相當的不捨 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緊急從火車上被抬出 將用人員和民眾輪流 對男子施行CPR強救 在車上已經被發現所失去醫事 接著就有旅客在車上施以CPR 花蓮縣消防局杜信人事主任 26日北上參加消防會議 坐車途中民眾發現 他身體不舒服甚至昏厥 趕快通知車上服務人員 火車緊急停靠新城火車站 急救到7點57分 然後醫院就跟家屬級 跟我們宣布說急救是無效 醫護人員到場後 將人抬到單架上 小跑步的將人送往醫院緊急急救 杜信男子送醫前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急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杜主任其實平日參加我們一些 訓練的活動包括爬山還有一些健康 狀況都還滿健康的 杜信男子平時身體健康 不知道什麼原因導致昏倒猝死 根據了解他已婚有一名剛練高中的女兒 2018年3月才剛到花蓮縣消防局服務 猝死的消息傳回花蓮同事都相當難過 警方表示詳細的死亡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同時依法辦理撫恤 寫述後事事宜 記者劉明勝張家慈花蓮採訪報導